看到土耳其南部发生了规模7.8的强震 震央是位在南部边境城市 由于是一个浅层的地震 当地感受到了强烈的摇晃 而民众就拍下了他家里的吊灯 还有鱼缸水都是剧烈摇晃的一个情形 餐具以及摆饰也都不断发出了碰撞声响 整个晃动是持续超过了30秒以上 而这起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6点47分 所以临近的塞浦勒斯 希腊 约旦 叙利亚 也都是有感受的 随后更出现了规模6.7的余震 是否是造成了灾损或者是任何伤亡 当局目前还在统计当中